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HIV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械综合针,Acqua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解称AIDS,艾滋病由此得名,是指人类免疫缺械病毒HV感染的最后阶段。 在此阶段,患者免疫系统的功能极其低下,会出现各种机会性感染或者相关肿瘤。 近年来,随着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大力宣传,广大人民群众对于艾滋病的防范意识在不断增强,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患有恐爱症的人明显增多,有的人甚至陷入其中无法自拔,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学习。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于艾滋病的基本知识缺乏正确的认识。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HIV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这张图片当中给大家显示的是一毫升HIV感染者体液当中的病毒含量。 我们可以看到,一毫升血液中有18000个病毒颗粒,一毫升精液中有11000个病毒颗粒。 一毫升的阴道分泌物当中有7000个病毒颗粒,而一毫升的氧水当中有4000个病毒颗粒。 所以,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了? 对了,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垂直传播。 那么,既然血液当中的病毒含量最高,是不是意味着血液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呢? 其实啊,不然,性接触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 各种性接触,不管是男性和男性,男性和女性,或者是女性和女性之间的性基础,都可以导致HIV的传播。 从这张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性传播在HIV的传播过程当中所占的比率约为84%,各种性行为,不管是通常意义上的性接触,或者是口交、钢交,都可能会传播HIV。 如果患者感染了性传播性疾病,STD,那么传播HIV的风险会增高10倍以上。 所以,建议患有性传播性疾病者,一定要及早进行治疗。 此外,性交中从女性传播艾滋病毒到男性的风险,约为该病毒从男性传播给女性风险的一半。 所以,来自于著名的外科博士库普医生的这句话,大家不仅要自己记住,而且希望能够分享给周围的人。 这句话是,当您和某人发生性行为时,您也就意味着和他过去10年所有的性伙伴发生了性行为。 以下之意就是,您有可能会感染到这些性伙伴患患有的所有性传播性疾病,包括艾滋病。 血液传播包括吸毒人群共用注射器,医务人员工作中的职业暴露,输入了被病毒感染的血液以及血制品。 吸毒人群共用注射器,这种行为非常危险。 如果群体当中有一个人感染了HIV,通过这种行为就会导致群体当中的其他人都会发生感染,而且不仅仅是艾滋病,还有可能会传播乙肝、饼肝、霉毒等。 此外,下面的这些行为也可以传播HIV,而且更为隐匿。 例如,一些医疗治疗,如果是操作不规范,就可能带来感染HIV的风险。 常见的有胃镜、肠镜、腐腔镜等倾入性治疗,以及牙科的手术治疗。 所以,这些治疗都要严格地遵循消毒灭菌管理流程和手术操作规范。 另外,在纹身和穿耳孔的时候,如果是在正规的美容医院进行,那么不会发生问题。 但是,如果是去了不正规的美容机构,不使用一次性的医疗器械,或者没有进行严格的消毒,就有可能通过血液来传播HIV。 此外,和他人共用剃虚刀这些行为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刮胡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刮伤脸。 如果两个人都刮伤脸,HIV就有可能会通过伤口进入体内,从而使得共用者发生感染。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和别人共用剃虚刀、牙刷等等这些个人用品。 儿童艾滋病中的90%是有垂肢感染的,这可以发生在孕期分娩的时候,或者是产后的哺乳师。 总的分血比率大概是15%至40%。 但是,通过实施综合阻断治疗后,母婴垂肢传播风险能够降低到2%到3%。 所以,我们应当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使得更多的感染者认识到HIV对于后代的危害,从而可以降低艾滋病母婴垂肢传播的风险。 在预防艾滋病的过程中,大家要讲科学,不恐爱。 例如,共进餐、握手、拥抱、蚊虫叮咬等,均不会传播艾滋病。 也就是说,和感染者进行社会性交往,并不会传播艾滋病。 所以,在生活中,请不要歧视他们。 这不过就是一种现在尚不能完全治愈的病毒的感染而已。 那么,在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艾滋病患者,您可以给予他们支持吗?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我们可以。 好,各位同学,通过本次课程的学习,大家是不是可以很轻松地回答下列的这个问题呢? 好,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